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映出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就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今天豪哥也来说一说活影忍者中 按照实力权力也有等级之分 最高等级根本不是影啊 现在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第一个就是普通的居民 他们大多数都没有战斗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职业 农民或者是商人 就比如咱们的伊勒大叔 手无腹肌之力的一届商人就只会做拉面 但是他们其实完全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因为没有他们就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呀 第二个就是忍者啦 忍者里面又有分剑袭忍者 就是忍者学校里边的小孩 下忍、中忍、上忍和暗部 没有错 大多数的暗部实力都在上忍之上 比如说在官方游戏《火影忍之手游》中 里面就有划分 根据实力 上忍上面是暗部 在暗部上面就是影了 我个人认为暗部比上忍更加接近权力的中心 因为一些什么见不得人不太光彩的事儿 还有最机密的任务都是由暗部来执行的 总的来说吧 他们比上忍知道更多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影级别了 这个影虽然会处理村子的事物 以及做出最终的决策 但是他们并不是最有权力之人 他们的任务是保护村子 因此影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脑子而是实力 不光是火影还有其他的影 对他们来说实力才是最硬性的要求 那周围还有一些人甚至可以说跟影们是平起平醉的 那就是高层顾问 他们也会参加选出火影的会议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 他们比影的权力还要大一些 代表人物就是转勤小春还有水户门延 最后一个五大国的最高权力中心 拥有着至高权力之人 那就是大明 每个国家都分别有一个大明 他们都身着白色长袍 脑袋上带着一个跟扇子一样的东西 而且全部都没有战斗力 说是战武诈都是高估他们的 但是他们却拥有最高的权力 谁当火影都是这几个大明决定的 一票就可以给这个人否决了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涂大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吧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